自己在家的冠營水牆 因為休日大地檔跟百八水災 上海已經放二十幾檔 現在經過政府跟民間團體 作為修理 冠營水牆 風景區按算每年 將過設置就開始 無用這支路由 關營水牆風景區已經是全國地名的經驗 因為九里地檔跟百八水災 造成飯村沒辦法再進來 經過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加基原政府跟加基市加基行政團 將共開一億八千多萬來經營 這個地方再投入國際開放 現在人間先進的感覺 有在這裡 再來就是大森林的感受 目前先一天兩團來這裡 樹營營 以後也是往過沒有開放大家來 母親裡面的路過程會 人上座會比較厚少參加 管理單位這裡使用意料的方式來開放 川長表示民眾意料的時候 裡面也有幾位一個行程 希望透過的關營水牆開放 帶同當地產業的發展 記者林肥廷 加基報道 中文字幕增淨